好,現在大家應該對整個Arrange View應該已經非常有概念了 好,我們現在來介紹就是在Arrange View裡面如何來錄音 首先我們先介紹Audio的錄音 其實在跟Session View裡面是大同小異 只是我們在Session View裡面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用...譬如說錄音的時候 是要按...譬如說這樣子好了 你要按這個,針對每一個Clip 每一個去做錄音的動作 然後我們在Arrange View裡面呢 我們是要針對每一軌去做錄音的動作 所以所有的錄音按鈕就只有一個在這裡 好,那首先呢我們要錄的是示範Audio 所以我現在有一隻惦記他已經Line In到我的錄音介面了 然後之前已經介紹過如何去設定我們的... Audio的錄音的方式 所以各位已經可以回參考前面的影片 好,那我們現在這邊就直接做設定 好,我們要錄第一軌 那...習慣改一個名字 EG 好了 好,Input這邊 我們要改是外部的輸入端 所以是External Input 然後選到的我現在吉他是Line In到第一圈 我的麥克風是...講話的麥克風是第二圈 各位已經可以看到在跳了嘛 對不對 好,是第一圈 好,這個時候 如果我要監聽我可以直接按... 監聽模式選擇... Input的模式 我的聲音就有進來 可是我也可以在Auto的時候 選擇直接開啟錄音的功能 我的聲音也有 所以就看各位的需求 好,那這時候我們來錄音 大概隨便錄一下 Counter In是兩小節 有沒有 有沒有 基本上錄音 就... Audio錄音其實就是那麼簡單 非常單純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 下... MIDI的部分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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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